阴兵街道在我们中国很多地方都出现过 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故宫了 五点故宫就会关门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曾经有人在五点之后的故宫 看到了一闪而过的宫女和太监 甚至传来了人的哭喊 让人毛骨悚然 在发生一系列诡异事件之后 故宫五点以后就不准游客待在里面了 虽然官方在随后便做出回应 称是某种科学现象 然而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 很多地方也曾经发生过这种现象 像陕西和甘肃的一些大山里面 因为这种现象多发 很多罗马能够感应到 从而受到惊吓不敢路过 而唐山大地震之后 也曾经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阴兵街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 这里是大鱼奇谈 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 家里的老人总会讲一些民间鬼故事给我们听 既想听又害怕 记得听老人说过 阴兵街道 也称为阴兵过路 刚开始人们流传的是 阎王在人间巡逻 所以引一对阴兵开道 一切森林切勿观看 不然会被阴兵吹灭养火 亲者大病一场 重则死亡的传言 在很多大山或荒僻的山谷里 当遇到电闪雷鸣的夜晚 山谷里就会传出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声音 甚至有人在呐喊 有马的私鸣 还有刀光剑影的声音 在闪电的一瞬间 似乎还能模糊地看到 一大批士兵一排排地并列走在山谷里面 遇到这类事件 马匹会受惊匍匐在地下不敢动弹 路人也会跪倒在地 据说阴兵戒道 一般都发生在大灾大难之后 在98年 南方逢百年难遇的大水 在汶川地震时也出现过 伤亡不计其数 在很多人口中 自然灾害与非自然现象 总会联系到一起 而唐山大地震之后 就发生过一起非自然现象 小康以前是个军人 他所在的部队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的第一批救灾部队 在发生地震之后 他们部队第一时间接到了上级的命令 马上动身前往灾区进行救援 而在他们离灾区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时 他们的汽车竟然全部抛锚停靠在路边 当时 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检查不出来汽车的毛病 大约在晚上9点钟左右 汽车的大灯竟然全部熄灭了 9点15分左右 小康接到了上级的命令 让全体人员上车 无论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都不许乱说话 乱动 就这样 他们在车上一直静坐着 所有的人都觉得 这样的命令实在太奇怪了 然而 更奇怪的还在后面 午夜时分 恍惚中听到了一阵马蹄声 大家都被这种诡异的声音惊醒 只见 一辆辆马车从灾区方向奔跑而来 当时 所有人的脸色全变了 因为 他们光看到了一辆又一辆的马车 却看不到驾车的人 每辆车上 都有一盏散发着淡绿色光芒的小灯 马车上面拉着的东西 也清晰地映入了他们的眼帘 人头 每辆车上都堆满了人头 那些马车 大约有将近200辆 在马车过去的好一段时间里 他们还未从惊恐中醒悟过来 场面太过于震惊 随后 他们急忙打着车 抛锚了一晚上的汽车 竟然一点就着 小康退伍之后 将这件事情 讲给了村里的老人听 听老人说 这种阴兵 也被称为勾魂的鬼差 当然 这些说法都被科学界的专家否定了 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是民间民信者乱编出来的 据唐山老人回忆 地震之后发生过很多灵异事件 而且都非常的恐怖 正后多日 在一座军港哨所站岗的哨兵 突然发现前面石桥处 有许多人的影子在跑动 当兵的势力是绝对的好 当他仔细看才发现 成千上万的人 疯狂地向石桥跑去 他们身着各式各样的衣服 哨兵当场论住 他哪见过这样的场面 直到此次壮观的场面结束 他还没有回过神来 最后 他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 而大多数老一辈的唐山人 也都知道这个事情 至于事情的真与假 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随着唐山大地震之后 阴兵借到的事情 在民间流传开来 上面便下令 要求部队必须争分夺秒的 赶往事发地调查 民间有这样的说法 阴走三 阳走四 一身击枯分身死 意思是 三根天要休息 四根天再出发 在三根四根交替的时候 不能行动 但这是死命令 如果不出发 就要耽误到达时间 中途不能休息 这时呢 领头的就要准备好一只公鸡 鸡头不能见光 戴上布袋拎在手里 在三四根交替的时候 把鸡头拧断 不能出血 更不能让他打鸣 公鸡呢 不会立即死亡 只会发出哥哥的闷声 这其实呢 是在跟阴兵打招呼 告诉他们 都是上面派来的 各有各的苦 大家都在赶路 各行其道 别走冲了 很多时候民间流传的 阴兵戒道 是指战争结束之后 士兵的思维 停留在打仗的那一段时间里 他们都认为自己还活着 为了那份荣誉 继续战斗 而中年照不到阳光的极阴之地 也就成了出现阴兵的地方 这些地区往往是偏远的无人区 所以很少有人能够看到 另一种是在灾难之后 在受灾的地区 会出现很多舍不得离开的魂魄 他们会聚集一处 这时就会有阴差 来引导他们去该区的地方 在引导的时候 被人不小心看到 然后呢 就有了各种不同版本的故事 当然 这些呢 都被科学界否定了 认为这些只是民间杜撰而已 而故宫的事情 专家呢 也给了解释 故宫的宫墙 还有饲养化三铁 而饲养化三铁 属于磁性物质 所以它又被称为磁性氧化铁 它可以记录声音影像 在电闪雷鸣的时候 闪电与饲养化三铁发生反应 整面墙也将古代记录的信息展现出来 但根据一位建筑学家说 其实故宫的墙壁 已经被粉刷过很多次了 即使存在饲养化三铁 也早就不起作用了 并且 故宫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开放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 我们更加不得而知 因此故宫的事情 至今还是一个谜 而且有着悠久历史的故宫 也和普通的四合院不一样 故宫前后经历了24位皇帝 冤死的亡魂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说这里发生灵异事件 似乎并不奇怪 至于专家的解释 可信度有多高呢 我们这里不做评判 各位自行判断 世界上存在许多无形的东西 难以用科学来解释清楚 我们人类对自己世界的人知 还是非常有限的 希望有朝一日 这一切的谜团 都能被科学所解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点订阅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